您能想象势力只剩下0.01的时候,你还能看见什么吗? 今年获得美丽妈妈的黄尔玲,因为她的儿子在两年前突然势力急速退化,几乎快要全忙了。 她为了儿子依然辞掉工作,考上学校的特教助理员,协助孩子日后的生活,也当起了她儿子的眼睛。 今年40岁的黄尔玲两年前发现读国医的儿子洪伟,势力突然急速退化,只剩下0.01的势力几乎接近全忙,经过检查是雷博士视神经萎缩病变造成的。 当时的黄尔玲为了儿子依然辞掉了工作,苦读后考上高雄市迄今国中的特教助理员,除了帮孩子适应势力缺损后的生活,也当起了孩子的眼睛。 因为我们黄女士这次选为我们高雄市伟大的母亲,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们廖同学,我刚才来看,廖同学是少数汉奸疾病眼睛,就是视网膜,有点萎缩,雷博视。 所以她这个中央看出去她的眼睛有黑点,看了眼睛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就把口罩稍微拿下一看,廖同学长得真的是英俊,潇洒,将来五官清秀。 虽然看起来她的眼睛从外观上看没有太大问题,但事实上她在看东西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我觉得今天黄女士最让我们感佩的,她自己把工作辞掉,再用一己之力考上我们奇经国中特殊的一个助教, 在这里顺便帮助自己的孩子,等于是当自己儿子的眼睛。 红伟在视觉上只能够看到左右两边的亮光,中间一片漆黑,必须借由阔视镜才能够看到书本上的字体。 黄尔玲为了儿子积极参与视障身的相关讲座,并且了解如何让儿子获得最佳的资源和辅导, 而且也将儿子的课程教材转成语音档,让儿子的学习不间断。 因为我把之前的工作辞掉了,所以我就老师说你可以为了他就是专心的我来教你怎么学那个帮宏伟的忙。 我说好,帮我的小孩,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就努力的去来学那个布置在那个重济世本, 再去给他用开ABDN让他回家可以努力的去开了ABDN让他去回去可以听他的做作业。 黄尔玲为了配合政府防疫避免群聚的关系, 今年美丽妈妈的表扬大会则改为个别赠奖将奖项温暖地送到每个得奖人的手里。 韩市长特别感佩黄尔玲的勇敢和努力,专程到迄今国中为他表扬。 侯卫也为妈妈献上一束鲜花,感谢妈妈的牺牲和照顾。 记者吴炳源高雄报道。